太子应人二次被废以后,康熙诸位皇子之间的夺敌之争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 直到西北战乱再起,传尔丹六万大军全军覆没。 在楚位虚弦康熙已入暮年的关键时期,康熙做出的从皇子中择一贤者,代朕出征,封大将军王决定,再次挑起了诸位皇子之间的疯狂争夺。 毕竟,这个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王会一举改变诸皇子之间的夺敌形势,甚至会决定最后的夺敌结果。 经乌四道指点以后,皇四子应征用对皇十四子应提的举荐,为其前邸奴才年庚瑶换回了闪干总督的官职,将夺敌局面控制在最有利于自己的状态。 可令皇四子应征没想到的是,年庚瑶在未禀报自己的情况下,返回京城到处拜会,甚至来到了皇四子应征的政敌皇八子应四的府上。 年庚瑶明显带有背叛的举动让皇四子应征生气了。 作为皇四子应征的包衣奴才,又经皇四子应征的政治交换,换得了闪干总督的年庚瑶,未向皇四子应征禀告就返回京城。 而且返回京城后,并未先来到四爷府请安,甚至还频频和皇四子应征的政敌接触,这肯定会让皇四子应征生气。 皇四子应征毕竟是亲王爵位在身,监管诸多朝政,深得康熙信任的当朝皇子,生气以后的后果自然非常严重。 于是,便有了皇四子应征在另一步的一个决定。 年庚瑶出任闪干总督的事还要在意,等我和上述房商量以后,再定。 更有了年庚瑶跪在四爷府从白天跪到黑夜,甚至亲自为皇四子应征洗脚的请罪表现。 对于皇四子应征的不满,年庚瑶如此解释。 回主子,奴才敢对天发誓,绝没有自外于主子的心思,因为奴才接到的是兵部的文术,一到京就先去了兵部,没想到十四爷把奴才带到了八爷那儿去。 这里,我们先要弄清楚两个问题。 一,年庚瑶回京为何不事先向自己的主子黄四子应征禀报? 二,年庚瑶升任闪干总督,明明和黄八子应征毫无关系,黄十四子应征为何带着年庚瑶去黄八子应征的府上? 所以,年庚瑶的心思得细细琢磨。 有一个李卫在身边,自己回京的消息会被李卫立即上报给黄四子应征。 年庚瑶这一点必定会十分清楚。 只不过,他这么做还有其他的目的。 就当时的朝局形势而言,年庚瑶之所以能升任闪干总督,就算没有朝廷的底报说明,他也肯定能明白这是黄四子应征的运作结果。 更清楚自己成为闪干总督,乃是黄四子应征对黄十四子应征的有效制约。 也就是说,此时的黄四子应征对于年庚瑶的需要远胜于年庚瑶对黄四子应征的仰仗。 既然如此,按照年庚瑶欲求不满的本性,势必会要求黄四子应征多给自己点好处,让自己的地位更高一步。 如此要求,年庚瑶自然不能说明,所以才有了年庚瑶未经汇报便返回京城的举动。 才有了年庚瑶拜会黄十四子应征和黄八子应征的举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让黄四子应征明白自己的炙手可热,才能让其想尽办法留住自己,才能让其给予自己更多的恩宠和好处。 年庚瑶远赴西北以后,黄四子应征立马纳取了他的妹妹年秋月为侧福镜。 就是年庚瑶一番操作的具体结果,如此交换,只可议会而不可言传。 可见年庚瑶绝非一介武夫,而是拥有超高政治智慧的老狐狸。 除了年庚瑶的精妙用心,黄十四子应征带领年庚瑶拜会黄八子应征的举动,也着实令人费解。 其实,只要联系到夺敌形势,黄十四子应征的举动也不难理解。 1.黄十四子应征出任大张郡王,对于黄八子应征而言,绝对不能算是一个好消息。 甚至还会让其生出提防和对付应征的想法。 派遣恶伦带监视黄十四子应征就是黄八子应征心境的真实反应。 而对于已然成为大张郡王的黄十四子应征而言,他虽然拥有了西北带兵之权, 但要想夺敌成功,也绝对离不开巴野党庞大党女势力的支持和拥护。 2.黄十四子应征,如果和黄八子应征闹翻多了一个夺敌对手不说, 还会失去一大批朝臣力量,这绝非应征想要看到的局面。 也就是说,黄十四子应征带着年庚瑶拜会黄八子应征的主要目的, 乃是向其表明自己成为大将军王以后,仍然对其坚定站位,忠心拥护。 2.黄十四子应征用对应征的举荐,换回一个闪干总督的官职, 带兵出身身安兵法的黄十四子应征,不会不知道为什么。 为了尽可能地削弱年庚瑶对自己的影响,黄十四子应征只能尽可能地拉拢年庚瑶, 尽可能地挑拨年庚瑶和黄四子应征之间的关系, 所以带着年庚瑶拜会黄八子应征就能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 3.作为八野党的对立面,黄四子应征为何会举荐黄十四子应征出任大将军王? 黄八子应征肯定会有所怀疑。 带着年庚瑶拜会黄八子应征,让其表明自己和年庚瑶之间的和睦融洽关系, 就是黄十四子应征用以打消黄八子应征质质疑的有效办法。 在黄八子应征面前,年庚瑶一句, 庚瑶这次能接任闪甘,多蒙八爷和十四爷的提携。 再加上利部尚书魁续的一句, 刚才四爷到利部,把奏报年大人出任闪甘祖都的那张文书拿走, 说是还要和尚书皇商量以后再提。 黄四子应征对年庚瑶的惩治, 拜会黄八子应征以后,黄十四子应征的目的已经实现, 而年庚瑶的大局规划才刚刚开始, 黄四子应征拿走了年庚瑶出任闪甘总督的文书, 说明其已经中了年庚瑶的计, 年庚瑶只需要继续自己的表演即可。 于是,一场从白天到黑夜的常规请罪大戏开始上演。 见到年庚瑶为自己洗脚, 黄四子应征一番冷嘲热讽后开始对年庚瑶的训斥。 由此可见, 年庚瑶的计划是有了效果, 既然情绪已经酝酿到位, 计划已然进行大办, 年庚瑶开始了最后一步计划的实施, 开始向黄四子应征表忠心速中场。 万事皆有度, 政治方面的尺度把握更为重要, 让黄四子应征明确了年庚瑶被人争相拉拢的炙手可热以后, 年庚瑶必须予以忠心态度的表述, 并结合实际行动的证明, 才能让黄四子应征认为年庚瑶可控, 可防, 可用, 过度炫耀自己, 过度向黄四子应征证明自己离开谁都能活。 可能会让黄四子应征觉得年庚瑶已经生出异心, 从而让其放弃年庚瑶彻底斩断年庚瑶的仕途之路。 但如果年庚瑶始终坚定站位于黄四子应征, 始终赤胆忠心, 又怎么会得到黄四子应征的另眼相看呢? 又怎么会有年秋月被黄四子应征纳为侧附近的巨大恩典? 年庚瑶的一番忠心表述, 明显让黄四子应征很受用, 态度立马改变, 甚至给予了轻拍肩膀的宠溺动作和一同用餐的特殊恩宠。 就在气焰散去的黄四子应征转身离开的时候, 年庚瑶看了看黄四子应征的洗脚水, 想着弯腰端去倒掉, 可没等碰到洗脚盆, 年庚瑶却放弃了, 站直身子走出了房间, 那个让年庚瑶重获黄四子应征信任和恩宠的洗脚盆, 就这样被留在了房间。 黄四子应征的洗脚水, 年庚瑶为何想到又没到? 就在弯腰的一瞬间, 年庚瑶想到了很多, 这盆洗脚水代表了太多, 他绝不能到。 一, 一场布置周密的计划, 年庚瑶和黄四子应征的目的均已实现, 双银局面下, 洗脚水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倒不到更是毫无意义。 二, 从白天到黑夜, 年庚瑶在四爷府上下的注释中, 足足跪了一整天, 这对于已然成为风疆大吏的年庚瑶而言, 可谓颜面丢尽。 经过和黄四子应征的常谈后, 如果再将洗脚水端出去到了, 年庚瑶又该如何证明已经重新得到了主子的信任和恩宠, 又该如何挽回自己已经丢失的脸面。 三, 更重要的是, 黄四子应征已经离开, 只剩年庚瑶自己单独面对洗脚水, 这代表了年庚瑶在远离金基, 远离黄四子应征以后的该有表现, 那就是唯我独尊, 肆意妄为。 除了出任陕甘总督初期对黄四子应征的适事禀告而后实行, 年庚瑶俨然一副西北王的霸气形象, 这也决定了其最终不容于雍正皇帝的命运。 三尺白铃, 就在年庚瑶想要端起这盆洗脚水, 却最终放弃的瞬间, 准备好了。 Ск 农 一下 阳